圣女 圣女 在中国如果一个女生超过27岁没有结婚 会被称为圣女 这是一个贬义词 父母会给他们很多压力 安排相亲 催他们早点结婚 在一些公园里 你会看到有一些父母把孩子的信息贴出来 帮他们征婚 为什么这些父母要这样做呢 因为在中国传统价值观里 人们认为女人到了一定年纪就应该结婚生孩子 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就会受到很多不理解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 她们追求独立自由 她们找寻自己想要的人生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圣女 她们受过高等教育 她们有好的工作 她们非常优秀 但是她们没有结婚 我觉得父母和孩子对于婚姻的态度 是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价值观 所以很难去评判对错 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理解 去包容 你呢 你对圣女有什么看法